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在这儿 说来话长啊 你 祖山找到你了 辛苦了 我们走吧 快走 走吧 好 来 快走 来 放开 来 将军快走吧 刚寸君在山下等我们的 我现在还不能走 怎么了 将军阁下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可是将军阁下 特亲小组马上就追过来了 如果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女儿 美慧子 将军阁下 刚才我已经见到美慧子了 你见到她了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小姐她主意已定 一会儿终声一响 小姐她就要薛发为你了 这儿想要薛发为你了 我看你们的情报 你去这儿想要薛发为你了 你给你了 你去找我们的情报 我让你收拾来了 你这儿想要薛发为你了 我没有用 你这儿想要薛发为你了 您这一路上九死一生 我们为了救您 赴汤道祸 黑藤军和川天军 还为此丢了性命 将军阁下 我们这是为了什么 只求您能平安地回到祖国 请您千万不要辜负我们 将军阁下 求您赶快跟我们走吧 走 那边 特警小组已经追上来了 怎么办 我们冲出去 别冲动 将军 去 你们先走 将军 将军 要走一起走 要死一起死 这是命令 我不能让大日本帝国受辱 你们想办法下山 在那里等我 我一定要找到梅惠子 绝不能让他在这儿出家 将军 这是我自己的事 这关系到石岩家族的罪严 你们快走 你们快走 我不用 将军 拿着一封万一 我们在山下等你 走吧 快走 走 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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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有人 让我 我得我 我 离开 你 让我 让我 我 难过 大夫 河野君 没出息的 秋子不灵全怪你 你哭有什么用 哭什么哭 都是我 有什么好哭的 还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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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师父 师父 站住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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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得了吗 师父 师父 –快樂 – 千万别开枪 狠狠 别动 你再往前走一步 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你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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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您便老了 孩子 你这是要干什么 自从我来到了中国 知道了那些事 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着 没有一天不受着痛苦的折磨 我一闭上眼睛 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死难者 就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那些人当中 有曾经一押血雨的孩子 也有和我一样的花季少女 我不敢想不敢看不敢听 是就在我的眼里 成了灰色的 没灰色 爸爸 你还记得我十岁那年吗 我们在奈良 樱花印红了我的脸 您说 我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女儿 是天下最快乐的姑娘 是的 当然是的 我永远不会再快乐了 你没有看到那些人看我的眼神 我好像是瘟疫 是病毒 我一无所有了 剩下的只有恐惧 只有在我念经的时候 我才能忘记这一切 只有在佛祖面前的时候 我才能感到内心中的平静和安宁 爸爸 我想归依佛闻 这不是我无奈的选择 是我心灵向往的圣地 在这里我感到很安全 我愿意我这一辈子 留在这赎罪 不 我不许你这样做 爸爸 难道您希望我在尘世间受煎熬吗 即便你要赎罪 即便你要念经 你也可以回到日本去做吗 可是您杀死的是中国人 这里才有他们的亡魂呢 美慧子 你不要忘记你是大日本将军的女儿 你这样会把日本人的脸面丢光的 什么 脸面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 而是我们石岩家族 是我们日本人 就因为我代表着石岩家族 我代表着日本人 我才这么做的 爸爸 难道您不为您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感到内疚吗 您一点不为您做过的事后悔吗 这就是 战争 战争中死人很正常 你们也知道 孩子 娶个家族 这就是 男孩的女生 竟然是 女君 这是 女君 你跟我回去 你愿意出嫁 愿意赎岁 你必须回到日本去 不 我不回去 你要把我的脸面都丢光吗 我要留在这里 做我想做的事 我以父亲的身份命令你 爸爸 我已经成人了 玫瑰子 对不起 爸爸 我要去剃肚了 玫瑰子 我绝不允许你这样做 不允许你侮辱日本人 我不能让你向中国人低头 更不能让你为他们奉献一切 绝不允许 如果我一定要这样做呢 我宁恳你死 爸爸 死并不可怕 罪恶才可怕 我一定要为你犯下的罪恶赎罪 玫瑰子 你不要逼我 来 玫瑰子 你不要逼我这样做 你不要逼我 我主意已定 你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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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子 去 obedience 就说 垃圾 最后 你要原谅爸爸 玫瑰子 我的女儿 女儿啊 我的女儿 拜托 玫瑰子 不 我的女儿 玫瑰子 我的玫瑰子 我的玫瑰子 我的女儿啊 我的女儿 走 走 快走 快点 来 玫瑰子 玫瑰子 你们这是弄的哪出这是 这说来话长了 好啊 总算是皆大欢喜 带走吧 带走 大小姐 受苦了吧 没啊 你气色不错呀 快去 有 去看着石研夫 快去 是 我离宫了 你这 这小子 白处长 现在石研夫 还没有被押到南京 我们特勤小组的任务 还没有最后完成 那石研夫 是不是还应该由我们来看管啊 行啊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现在龙昌休整一天 明天去徐州 是 走 好 喂 白处长吗 什么 是吗 那可太好了 太好了 石研夫现在情况怎么样 这儿的情况很好 石研夫也很好 你让马云飞接电话 让马云飞接电话 好 马云飞 过来过来过来 四座让你接电话 四座 我是马云飞 情况怎么样 石研夫很安全 我们明天从徐州回南京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让白处长再接电话 好 喂 四座 老白啊 真是苍天有眼啊 咱们这是绝路风生啊 到了南京以后 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 你看看这千盘算万盘算 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啊 老白啊 我跟你说啊 这只有积了阴德的人才能这样 四座 不要高兴得太早 人现在还在龙昌 等到了南京 你的最后高兴不迟 对对对对对对 有你在那儿呢 我就放心了 你让他们都记住啊 一定不许走楼一点风声啊 嗯 有什么情况直接跟我联系 其他任何人不能介入 放心吧 我明白 董玉清那儿嘛 瞒她恐怕不合适吧 这样啊 我呢亲自去一趟 我看看她是什么反应 好的好的 就这样 哎呀 天呀呀 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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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处长 嗯 您在担心什么 嗯 嗯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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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下一步怎么打算啊 哦 君做的意思呢 哎呀 哎呀 这一路之上是现象还生啊 弄出这么多的名堂了呀 真不知道什么人在搞鬼 哎 是啊 我也是百思不解啊 就是就是 那你怎么考虑啊 嗯 我想呢 既然已经找到他们 嗯 我们就要保证 让他们安全地到达南京 嗯 嗯 如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区区四百公里的路途上 再出现任何差错 那你我都不好交代啊 那你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吗 立即派部队前去接影 好 很好 啊 头还疼吗 不疼 周长 你出去歇会儿吧 你出去 沈远夫 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 他们同意把你女儿的尸体 送回日本 谢谢 不高兴 如果我们不是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那 也许我们会成为朋友 你觉得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为什么不能啊 那好 作为朋友 我希望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而且是如实地回答 你说 那个绳子你从哪儿弄来的 那个绳子 对绳子 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各种防御措施 已经做得足够好 是是是 我觉得是很好了 那绳子从哪儿来的 那绳子从哪儿来的 好 你不用说了 我不希望你编瞎话来骗我 我 是在我洗澡的时候拿的 就在后院洗澡房的旁边 我穿衣服的时候 都要求你们的人转过身去 我就趁机拿了 你肯定吗 肯 肯定 史严谱 我尊重你 给你洗澡的权利 可你却利用我们 我 我 我 马作长 我实在对不起 如果没有国籍限制的话 我跟你仍然成不了朋友 真的 喂 四座 我是孟樊斌 好 你等一下 好了 说吧 您交代的事情 我一直留心着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你要继续见识 因为对绝密文件失去的调查 还没有结束 所以对马云飞的嫌疑 也没有排除 是 但四座 我觉得马云飞是可靠的 虽然我不能确定她的身份 但是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她的行为 无可挑剔 即便如此 也不能掉以轻心 是 是 另外 进徐州前 我们能不能向新闻界 公布一下我们的动向 这样做可以引起社会的 广泛观众 对那些居心捕测的人 也是一种遏制 好 您放心 我们会加倍小心 好 很好 好 明白 董小姐 我能进去一下吗 好 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样 明天一早 我们压食人夫进渠州 我想让你 连夜写一篇报道发出去 报道 对 这样一来 这件事情就变得众人瞩目了 关注的人一多 危险情反而会降低 众目睽睽之下 刺杀就会变得不容易 白首长同意了吗 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呢 那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我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现在除了日本人之外 还有一伙人一直想杀石炎夫 我最怕的 就是那股不知道的势力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内部有奸细 现在只是猜测还不确定 但不管怎么样 防患于魏然总没有错的 好 我这就写报道 明天早上找报社发出去 好 谢谢 很晚了 你休息吧 请问一下哪位是主编啊 那位 主编你好 你好 这有条新闻 南京大屠杀制造者石炎夫 今日由龙昌转到徐州 你是怎么得到这条消息的 我是特勤小组的随心记者 我叫董丽娜 关于我的身份 您可以去国防部调查 我之所以选择你们 主要是看中你们报社的实力 这不单是一个抢新闻的问题 关键是它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也关系到抗战之后 中国的法庭可不可以担当起 这个光荣而正义的职责 所以我想请你们马上 刊冬头条并发出号外 让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 引起足够的重视 消息准确吗 准确无误 好 跟我来 卖报 卖报 看战犯实验宫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卖报 卖报 来看看呢 看战犯实验宫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卖报 卖报 看战犯实验宫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卖报 卖报 来看看呢 看战犯实验宫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看战犯实验宫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公司的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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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赢了 明天从徐州押走南京接受审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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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长官都这样 只要这样 咱们就成功一半了 让我装老娘们 我宁愿受罚 你 何嘉 你的报告我已经写好了 到南京就给你交上去 争取对你为绩啊 从轻处理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徐州吧 感觉怎么样啊 徐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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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去医院 快点 大夫 徐元夫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我们已经给他开了 震惊剂和退烧药 如果傍晚之前 他病情没什么变化的话 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辛苦 不客气 所有你不认识的人 都不许放进来 包括医生和护士 怎么打起瞌睡来了 我张嘴不行 那再张一个 我看看 你想把我舌头 什么 想保住舌头就别打哈去 最后一战了 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 你自己看着办 是 马组长 组长 这是上面安排的 明天的押抑计划 好 我知道了 如果徐元夫的病情 能好转一点的话 明天一早咱们就起床 辛苦一点 帮我盯着点核心 是 小心 放心吧 嗯 这样啊 二号床晚上睡不着觉 你给他拿点安眠药 嗯 好的 一平啊 特级小组马上就要启程了 这一次的任务非同一般 你要格外小心谨慎行事 是 我一定牢记在心 嗯 马云飞到现在都没有把那个日记本搞到手 其中可能另有隐情 最近尚风 又在怀疑他是共党分子 可是任务紧迫啊 只能继续利用他了 所以 无论是石颜夫 还是马云飞 一剑双雕全靠你了 父亲放心 黄河花岩口决堤 我父母双亡 是您收养了我 这么多年 您对我恩仲如山 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为了您和这个家 我一定竭尽全力 请您放心 如果我拿不到石颜夫手上的资料 在他进南京之前 我会上了他 好啊 知恩同胞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 我会以你为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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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的执勤哪敢睡觉啊 那你就去洗把脸 精神精神 看看你都成什么样 小心点 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长 遥阳过海 我悄悄上路 消失在迷幻的洋场 这一片蜜蜂蜜在身上 化作蜜彩妆 眼亮之前 我屏住呼吸 摆伏在敌人的心脏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明别是来不及而你情长 让那玩家 灯火的暗香 转告你此心的真相 亲爱的人啊 请不要悲伤 我看见你了 搜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长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长 我一把眼色在脸上 为我做延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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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